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越来越近了 看到了瞭望哨 也看到了战士们在山上用白色石块拼写出的标语 热血汗疆土 铁壁筑长城 严格训练 严格要求 大学生们新奇地看着这一切 阿拉山口 蒙古语 彩色的山口 然而它仅仅拥有一个美丽的名字 俗话说 这里一年一场风 从春刮到冬 战士们就是在这样的大风里 常年累月地工作生活着 阿拉山口 局势闻名的大风口 今天却异常地风和日丽 以它特有的热情 欢迎这些大学生的到来 到边防连的第一堂课 就是参观连队的荣誉室 边防团的领导向大学生们介绍了阿拉山口边防连的光荣历史 一面面锦旗和奖状 证明了这是一支素质过硬的连队 对边防军人的崇敬 也开始在每一名大学生的心中油然而生 来到瞭望塔上 来到了战士们执勤观察的地方 站在少楼上举目远望 不远处就是边界线 这就是祖国的西大门 此时此刻 大学生们感到了由衷的自豪 他们更加敬佩身边的这些守边战士 他今年十八 我都快十九了 一样的朗朗笑声 一样的蓬勃青春 与大学生不同的是战士们年轻的脸庞上 那极许被山风吹客的刚毅 我觉得他们对祖国 还有对这块土地 对阿拉山口的感情 就好像那块土一样的 是深深的深深的砸进去的 可以永远存在的 所以我觉得他们的那种精神 也会像他们那个图永远存在在这里一样 存在在我们的心中 让我们永远地去学习和敬佩 阿拉山口的风像一个任性的孩子 把阿拉山口的一切都涂抹上自己的印记 坚硬的山石被风吹出美丽的纹路 心灵手巧的战士把他们加工成别致的盆景 在即将退伍离队的时候 这石头就变为战士们依依不舍的心 用他们的赤诚 守候着祖国的西大门 静静地坐下来 谈人生 谈理想 大学生们也从内心深处触摸到了边关军人 热爱祖国 热爱人民的心 那这个现在还没想 在啊